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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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我后来查阅一些书籍发现会有很多星云图片 当然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它是没有那么发达的网络的 我们更多来源都是来自于一些杂志图片 后来我便看到了一些杂志上面有很漂亮的一些彗星图片 然后一些深空星云图片 那么我觉得我也要去拍摄它 所以我把我的目标定在了天文摄影方面 这也导致了我后期的一些求学方向 包括工作方向 我后面会给大家慢慢地去讲述 其实我们到野外去看星星 它才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 我们会非常冷 其实它没有我们想象得很浪漫 我坐在一个特别凉爽的地方 坐在那去看星星 然后满天有流星划过 其实我们更多经受的是更多的蚊虫 可能你待了一夜 被蚊虫咬了满身包 也许只能看到一颗流星 那么但是只要你坚持下去 有可能一夜会看到几十颗 甚至几百颗流星 当然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机 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当我有了一些望眼镜以后 我不再觉得 大家可以知道 很多望眼镜在天文台的望眼镜 它非常大 那么如果我想拥有一个特别大的望眼镜 去观测 那么肯定看到的会更清晰 所以说我觉得我需要自己去做一个望眼镜 这样不仅可以省钱 而且可以让我看得更远 更暗的天体 所以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上 就是我在07年做的一个望眼镜 所有望眼镜的零件来自于哪呢 也就是我们南京墨仇路上 我们可以买一些木板 买一些螺丝 然后买两块玻璃 然后去磨它 然后只要你掌握了经验 其实望眼镜 其实非常简单 它的天文望眼镜 当你了解它以后 它只不过是一个镜片之间的一个组合 然后把成了一个像以后 然后我们用目镜去放大它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说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把望眼镜做出来了以后 我便把它带到野外以后 人会非常少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些科普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的快乐呢 于是我就把它搬到了江苏科技馆 从07年开始 我们每年都会在那做一个公益活动 应该这台望眼镜 应该最起码应该有数千人 都用它看过月球 看过土星的光环 木星的卫星 所以说特别有意思 而在此期间 我也结识到了很多 跟我有一个相同爱好的人 早在07年的时候 我们成立了南京寻星会 其实也就是很多 大家特别爱好的 后来经过我们的不断地去做科普 我们有很多紫金山天文台的专家 包括天文学家 来帮助我们 支持我们 最终我们成立了一个 南京天文化者协会 这里面有好多特别有名的一些科学家 当时我的工作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进了大学以后 我就学了 我到了摄影系 那么正因为有了摄影器材以后 我就便可以专心致志地 去拍一些天体照片 我毕业以后就到了报社 到了报社 我是作为一名摄影记者 但是摄影记者 他除了平时拍一些必须要拍的题材以外 天文是我特别喜欢的 所以说我慢慢会发现 我竟然去拍一些天文的照片 为什么我不把它发表出来 这样一方面我还有稿费 另一方面我还满足了自己的爱好 这样真正的就是工作乐趣 都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 所以说后来我们的报社领导就会发现 说这个挺有意思的 那么你就开一个栏目吧 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仰望星空栏目 做了好多年 每当有什么天象 我便在报纸上给大家分享 怎么样去看 然后我就这种机会 既然有天象了 那我必须要去拍吧 这样不耽误我的工作 而且我还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于是这个栏目就开展了很多年 那么从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一直在做一些天文的科普 然后到了去年为止 我觉得我也许该换一个方法了 我为什么不能像小时候一样 我只去看星星 不再去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我只把工作 不再去拍摄一些 我不想拍摄的东西 然后机缘巧合下 我们便在这个南京的一个光害条件 相对好的地方 我们建设了一个天文台 当然是有政府的支持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设计 并且把它建设成 这边是一个我们未来运营的九恒三天文台 那么既然有了天文台 有了这么多的过往的经历 那么我想我们要看星星 那么在座的大家可能 都是今天也是一些抽空过来 那么在你们日常的时候 晚上有看到过星星吗 可能都会很少 然后有的时候会发现 我想看星星 天上没有星星 然后我在旅途中 可能会看到很多星星 那么我想星空去哪了呢 可能是大家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么星空它到底在哪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呢 是我在我们紫禁山天文台 也就是现在我们市区的 那个白马公园上去的 最老的紫禁山天文台 右边的照片 是我在市区拍摄的 面向的是玄武湖方向 那么这张照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我用了长时间的曝光 但是它的星星非常少 但是有的人可能说 哎呀这样的 我想看到更多的星星 可能会 我想看到更多的星星 可能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 我是不是要去到云南 拉萨 那么我没有时间去 其实大家看一下 我最 你们的右手边的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其实就是哪呢 就是距离南京 一百多公里的一个 淮安那边 一个虚宜铁山寺附近 这样的关怀环境特别好 是有一个紫禁山天文台的 虚宜观测站 我们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曝光 我们放在那就可以拍到 非常灿烂的星空 那么后来我们在好多年中 从大约是08年到现在 我们一直坚持在那 进行一个观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场景 并不是一个 什么摄影作品 它只是记录我们一个 普通天外或者 在野外观测的时候的 一个场景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 随便拍一张 后面的银河 就会非常清楚 而我们用很多的望远镜 去拍摄天体 通常要拍摄 一天到两天 所以说在座的 我不知道是否 大家能认识星座 或者是说 看过银河 我不知道看过银河的 有多少 可能会觉得 我还没有机会去看 其实我们只要抽一个下午 今天晚上天气特别晴 那么我们可能 就可以到野外去 100多公里 开车大概一个多小时 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非常美丽的银河 大家既然都说 好多可能是认为 星空我们已经不熟悉了 那么在夜空中 会有很多天体 我要下面要说的 一个天体呢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 但是我却把它称为 是大家一个 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么我不知道 大家心里 有没有一个答案 那么来看看它是谁 月球 大家可能觉得 我为什么陌生 我可能隔三差五 都会看到月球 因为我长期在报纸上 做一些天文的一些分类 包括进行一个分类讲解 那么月球这一块 我也经常会讲 所以说我会接到 好多这种电话 我有一个同事 在外出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他非常惊奇 就傍晚天刚黑一会儿 他就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发现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 月球不应该是升起来吗 但我开着车 发现一开始它很高 然后当我转了 大概半小时以后 它落下去了 他说难道不是 我是傍晚 难道不是太阳落下去以后 月亮升起来吗 我不知道在座的 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 就是太阳落下去了 我月亮升起来 那么同时我也接到过很多 应该至少不下于五次吧 就是他们会告诉我说 白天我看到月亮了 这不是日月同灰吗 这个是不是要几百年 或者几十年才能看一次 其实这个问题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这是涉及到一个月球的规律 很多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观测月亮的话 那你就不知道月球的升起规律 那么在座的大家应该都是 受过一些教育 就是我们小学学过自然 或者是什么都知道 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今天晚上有没有月亮 如果有的话它会几点钟升起来 那么它升起来以后它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 但是大部分人都可能都不会知道 我相信可能有一半的人 他不会知道今天晚上月亮 应该是在落日后 大概一百五十分钟以后升起来 而且它不是一个满月 它呈现一个比满月稍微再亏一点的月亮 为什么呢 在座的大家我看到也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 那么其实大家如果了解的话 大家可以回去问一下自己的长辈 或者是爷爷奶奶 特别是如果他是在村子里的 他可能不需要认识 他甚至不认识字 但是你问他今天是几号 他可能会告诉你今天是18号 而不是我们现在的27号 为什么是18号呢 因为他是一个农历日期 而农历日期却来源于月球的运行规律 所以当他知道18号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这个月球 今天晚上日落后不会升起 只有农历15的时候 西边的太阳落下去 东边的月球才会升起来 有时候我们晚上一下课 或者一下班 就会发现有月球在西边天空 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天黑后在东边天空 所以说月球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 我们必须要了解它 那么还有甚至 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星座了 那么这个星座到底怎么认呢 有一些老年人 有一些故事里面常说 我们的外婆外公会告诉我们 填上牛郎织女星 大家觉得我们现在在城市里 已经看不到牛郎星和织女星了 但其实就算在新街口 稍微闭一点灯光的直射 你也能看到牛郎织女星 只不过是你不认识而已 当然其实如果你花了一点时间 只要花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去了解它成什么形状 然后去努力地寻找一下 加上手机的一些软件配合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星座 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老一辈的人他会懂得天文 而我们现在的人 更多的年轻人他已经不懂得天文了 我前段时间也接到过一个电话 就是说同事他说 他们的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 让孩子说孩子要观察这一个月以来的月亮 它是什么样子 然后把它画下来 结果他为孩子去找月亮 发现他始终找不到月亮 然后我看了一下日历 它是农历的二十几号 就是月球肯定是后半夜才能升起来 所以说这个题目就是导致了 我们竟然是作为一个教师 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布置的自然作业 如果他不知道月球怎么升起来 总不能让孩子每天都半夜 每天推迟五十分钟 月球的升起规律 就是每天他会推迟五十分钟左右 就是说 那么不能让孩子每天都要推迟五十分钟睡觉 去找月亮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那么我们再把时间往前移 如果说我们懂得天文知识的话 我们把时间往前移 看看古人是不是也很懂得天文知识呢 明末的顾炎武曾经说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然后七月流火 然后是农夫之辞 另外呢也有三星在天啊 富人至于也 其实他讲的都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像大文人 古代的这些文人他们可能也都是通过科举做了一些考官 其实他们对这个天文其实都是很了解的 像苏东坡苏氏里面他也有很多一些天文的知识 那么其实 为什么他们知道古人为什么会注重天文呢 因为天文在最早的时候 它是有什么呢 它是知道我们农事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 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没有一个科学加成 比如明天下不下雨啊 后天挂不挂风啊 那么我这个是不是要做一些措施啊 那么肯定都会有这些情况发生 所以说我们肯定要知道一些天文 那么我们剪其中一个例子 七月流火 也就是说七月流火 什么叫七月流火 我相信一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 但是最早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问我 说七月流火是不是七八月很热呀 然后地面上像流着火一样 其实呢 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七月流火呢 指的是天气转凉 而这个七月呢 是农历的一个七月 所以说它可能会是八月到九月 那么为什么流火呢 这颗火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看到图片上的那个天蝎座的大火星 就是古人通过观测这个大火星 会发现 这有一颗星星特别红 他们就特别关注它 把它取名叫一个大火星 那么这颗和我们太阳系的火星是不同的 它是一颗恒星 当古人每天去观察它 会发现这颗火星随着季节不断地更替以后 它特别是夏季以后 它会升到一个天空中的最高点 然后慢慢地向西边落下去 然后当它发现每天 每天这个时间去观测它 它都是不间断地往西边落下去 今天可能是三十度 明天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二十九度 然后最后一直倒霉天一黑就看不见它 这个就寓意着我们天气转凉 所以说这些谚语呢 其实对他们的生活指导都是有用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反而不关注星空的呢 这当然是由于我们的科技发展 有了高科技的加持 也就是说比如天气一暴 古时候我们有谚语说 比如是月运五十分日运三更雨 其实这个不一定很准确 但这都是通过古人观察天象去了解 是一个经验的总结 他可能不知道天上有冰晶 然后通过折射导致了这个现象 但他们只要看到这个现象 就觉得会有几率出现这个 那么我们每天都在去看一些天文 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天文爱好者嘛 这个连续剧 像电视剧大家应该都看过 上面呢是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孙连成 他我们看他左边的这个画 也就是说很多人会认为 我星系宇宙天地广 那么我人类都是非常渺小的 地球也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尘埃 那么是不是我对我无欲无求了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正确 如果从狭义上来说 可能我确实每天都要看星星 我没有时间顾及其他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他如果有一个爱好 并且在工作之余 为把所有的时间放在这个爱好上 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特别愉悦的心情 然后每天觉得非常充实 而不再纠结于每天遇到的一些烦心事 或者什么 你都会在你的爱好中 用它来把它给缓解掉 所以说我们来下面看一下 孙连城的这个望眼镜 大家看一下 其实我们说到器材 它可能只大概几百块钱 如果我们在城市中 有一个几百块钱的望眼镜 能看到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太阳黑子 任何一个望眼镜 都可以看到太阳黑子 只不过取决于它的大小 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月球的环形山 木星的条纹 土星的光环 当然望眼镜好一点会看得很清楚 这在城市里面我们不需要避到灯光 其实是都可以的 那么除了一些恒星以外 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 我们拿一块星空为例 比如这个猎户座的三颗星 猎户座的三颗星呢 它是一个特别明显的 很多人他会先认识猎户座 谚语就是说三星正南天下过年 然后还有一个天下皆春 其实呢这就是寓意着这个春节的来到 那么古人在观察这三颗星到了正南方以后 他们就知道春节要来到了 所以我们在春节的时候 也可以尝试去观测这三颗星 那么我们以刚刚这张照片 也是我在野外拍摄的一张图片 然后我们把它放大去继续拍摄 我们就会发现在星星之间 会有很多云气缭绕的东西 它就是我们长收的星云 我们再把它局部放大 我们会看到有漂亮的星云 这个我们下面看到的图片呢 都是我和我们的一些天玩好者 在野外拍摄的图片 比如像这样的一个猎户座的星云 其实用普通的相机 甚至你不用望眼镜 你用一个200毫米的镜头 只要长时间曝光 保证跟踪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细节 然后还有比如一个卯星团 这个卯星团呢 现在我们在路面上跑的一款车 叫斯巴鲁 其实它也就是这个卯星团 我们如果用肉眼 我们就可以看到几颗星星 但是用相机去拍摄的话 便会发现它是有一些星云星团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玫瑰星云 也在猎户座边上 所以说我们如果用望眼镜去看它 它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用摄影的方法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更多的一些特别美丽的这种景色 是宇宙中的 这张照片可能大家都会很熟悉 在我们的一些电脑的屏保上都会出现 这一张也是我在距离南京100公里 拍摄的一个仙女座大星系 也叫仙女座大星云 其实像这种照片去拍摄的话 我们用一个普通镜头 就完全可以把它拍摄下来 那么问题来了 在座的人是否相信我们可以用眼睛亲眼看到过去的景色呢 过去的一个发生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大家可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告诉大家 刚刚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图片 都是它几百年前几十年前的景色 大家可以了解一个概念 也就是光年 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 是这个长度单位 我们看到的很多星云 它是几百光年到几千光年 也就是说如果在几百年前 它消失掉了 但是它还有源源不断的光向我们飞过来 也就是说我们拍到的每一个星云 根据它的距离来说 它可能是它十几年前或者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影像 也许它消失了 但我依然还可以看到它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坐在地球上 每天都在忙碌着工作的时候 我们只要一个小小的望远镜或者跑到野外 我们就能看到地球以外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景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去看一下呢 我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